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晨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古人说,口是商人府,言是割舍刀 一个人品好的人很在乎自己的一言一行 说话的时候会照顾到别人的感受 也会保持舒服的距离 言语中饱含了深情,也透露了有价值的信息 一个人品不好的人,连说话都带着不好的目的 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想尽办法去伤害别人 人心之恶可见一斑 人际交往时,如果你发现有人张口闭口 就说以下几种话,说明他的人品很差,不值得交往 一,挑拨人际关系的话 很多人说话喜欢拐来拐去 从来都不知道哪一句是真的 如果是说话很含蓄,可以理解为害羞,不好意思 但是故意含糊其词,就是人品有问题了 鲁迅说过,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 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 从言语中做文章的人,肯定是希望看到 窝里反,谣言四起的坏的结果 比方说,你和某个朋友在一起吃饭 有第三者故意走过来 说你的朋友有多么不好,曾经做了窝出的事情 当你对朋友的印象变差的时候 也许这一顿饭都吃得不适滋味 如果你向朋友求证事实 那么朋友可能立马就会翻你 通常来说 人品诈的人喜欢当面说阴阳怪气的话 背后乱说话 传播一些真不假的消息 让人犯迷糊 人与人交往一旦产生了怀疑 那么关系就很难维持下去了 二,说性狗开河的话不及后果 有些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 丝毫呢也不会拐弯 如果他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 是可以被理解的 可是一个人说话不带脑子 并且都是往坏处去说 就是人品有问题了 他的眼里看到的都是很脏的东西 导致言语也和眼睛一样 另一方面 说话太直的人常常会说毫无诚信的话 事情的来龙去脉啊 都没有搞清楚 就拍着胸口承诺别人了 一般来说 在饭局酒局微信群里 最容易看到随口的承诺 借着酒禁 可以让自己的胆量变大 也会犯糊涂 等饭局散去 酒精也消失了 就再也想不起自己说了什么 即便能够想起来 也不会打一回事了 在微信群里乱说的人 头脑是清醒的 但是 他以为 网络是虚拟的 随便说都不要负责任 说话太直 和做人耿直是有区别的 人品差的人一开口 直接伤害人 事后连一句安慰的话也不说 平时办事啊 估计也是虎头蛇尾 三 暗示别人变坏的话 心理学上有一种暗示效应 也就是说 通过一些含蓄抽象的方法 对别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干扰 引导别人去做点什么 显而易见 人品差的人 一开口就会怂恿别人去做坏事 或者做一些 对他本人有利益的事情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 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 但是把害处都给别人 把好处独吞 显然是很过分的行为 别人不迟 和小董一起入职的同事叫小珊 小董总感觉小珊不好相处 希望与他保持距离 可小珊偏偏喜欢心近小董 挨着他坐 中午要约一起吃午饭 小董不愿 但也安慰自己 反正只是同事 表面关系 新近点也无妨 适用期阶段是工作压力最大的时期 每天超额的工作量 压着小董有点透不过气 他很累也很疲惫 也对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不满 每天中午饭时间 很多同事都喜欢抱怨工作强度或者铃铛 小董只听不吭声 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 不抱怨 任何时候都不抱怨 有一天午饭路上 小珊对小董说 压力很大吧 有些不满吧 你应该说出来 说出来就好了 抱怨很正常 千万别憋着 小爱微笑着礼貌的回应 还可以 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第二天 小珊又对小董说 你看看 今天琴姐对你的态度像什么话 也太把自己当领导了吧 我真替你冤得慌 小董仍然是笑而不语 但她内心 真的是鸡蛋万分 原本就觉得 委屈的她 被小珊这么一次 特别想狠狠地抱怨一通 意图心中的不快 但话到嘴边 还是被她强忍了下去 面对小珊每天的怂恿 小董心烦极了 她不明白 天天让别人抱怨工作 或者领导的同事 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通过怂恿他人 达到满足自己 看人的不嫌失大的 心态 这个案例中 小珊总是怂恿小董 抱怨对领导的不满 只要小董开口 小珊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她仅需要复合 就能够获得 小董对领导的 种种不满 知道这些不满 就可以满足小珊的八卦心理 说吧 说出来就轻松了 职场上哪有不抱怨的 我有抱怨可以解忧啊 乍看之下啊 小珊怂恿小董 抱怨领导 似乎是为了帮助小董 排解内心的压力 舒缓高强度下的情绪 但仔细想想 讨论有一天 小珊与小董 出现工作上的纷争时 昔日的抱怨 会不会成为 击败对方的武器 现在看似简单的怂恿 究竟是为了帮助别人 还是 有意为之 再来看一个 关于怂恿的案例 19年10月7号 发生在吉林松原的一场车祸 则完全是出于怂恿 一辆公交车司机 与一辆出租车司机 因户不让道半嘴 出租车拦截了公交车 公交车司机 则在乘客的怂恿下 撞上了出租车 造成了乘客受伤 最后两人都被刑拘 虽然说是之前的新闻 但这则新闻的内容 充分表达了 被别人怂恿后 出于不愿认怂的心态 最终酿成了祸事 俗话说 名人不做暗示 说话也是如此 不要让人生有阴暗面 给别人带来麻烦 有人暗示你去做什么 你应该保持安静 并且去逆向的思考 别被人当猴上 四 说怨气很重的话 传递负能量 有句话说得好 怨天怨地怨自己 任何一件事 如果没有做好 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而不是把别人当成出气筒 把过错归于别人 那些天天说怨气话的人 其实内心的阴暗面很大 感官被负能量包围了 比方说 在一个旅游景区 大家都排队买票 忽然有人大声抱怨 认为自己来错了地方 认为工作人员不太负责任 认为这个景区很低级 他的言语 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情绪 导致场面混乱 抱怨人生 社会 谁都会 但是我们需要克制 要理性对待 看过一个小故事 一个小姑娘推开窗户 看到有人因为失去了金钱而哭泣 小姑娘也很伤心 小姑娘的爷爷 把他顶到了另一个窗户 看到有人在结婚 心情顿时就好了 同样是一间屋子 但是有不同的面 人比差的人看到了 忘记了喜气的一面 因此他的言语 也和心情一样糟糕 人的一生之中 无论是谁 都不会总是春风得意 万事如意 总是有些事不如人意 人生苦短 我们该热气腾腾的生活 不把时间留给负能量 把所有的爱和温暖 留给同样懂得感恩向上的人 云南老师说过 二十一世纪工作生存法则 就是建立个人品牌 把你的名字变成钱 想要看清一个人 关键看人品 平时不管和谁叫我 都要察言观色 看看对方喜欢做什么 说什么 事后的态度如何 如果遇到人品很差的人 首先要帮助他变好 善意地提醒他 如果他不知悔改 就要疏远他 人与人交往 言语是情感的桥梁 但是不要随便说话 应该学会引导正能量 多说点赞 鼓励 关怀的话 承诺要兑现 批评要真心 评价要有真实 贪资要有温度 愿你我 好好说话 温暖人心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帮助于您的观众 听说的 不一定 应该关系